确定感染新流感的四名国军官兵 原本是在屏东地区救灾 现在已经住院治疗 而国防部先前没有在第一时间掌握到消息 以为只是一般流感 这样慢半拍的处理方式 惹来立法委员严厉批评 也很担心疫情一旦蔓延开来 可能会比巴巴水灾更严重 确定感染新流感的官兵所属部队 就驻扎在屏东东港大潭国小 上午有化学兵进入营区消毒 所以有官兵志工一律戴口罩 因为23号起陆续就有阿兵哥感到身体不适 其中有四人确定感染新流感 还好是说这四位H1N1的弟兄们 他们的症状是属于轻症 官兵证实染上新流感 不过国防部反应却是慢慢拍 23号消息一传出 国防部第一时间没听说 隔天24号上午还发布10名官兵染A型流感 一直到24号晚间才证实四人染上H1N1 这时还竟然回答只是轻症还好一路状况外 当下午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 这四位已经是被困扬实验室诊断出来 所以到了傍晚以后我们才知道 如果国防部太草率的话 爆发国军官兵的疫情 为国防部长陈兆明试问 国防部不要再轻浮 H1N1这个搞不好 如果迅速蔓延开来的话 那是一个天灾 两只在屏东救灾的部队共212人 目前没有撤出的计划 让这些官兵的父母相当担心 打电话告诉我说 他们脸上的弟兄有的生病了 那有的皮肤感染了 那他们希望说 他们能够得到一个轮休 立委建议应该即刻召开国安会议 确实防堵疫情过散 因为连救灾的官兵都倒下去 将让重建之路雪上加霜 记者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转发 打赏 打赏